台船鄉台船國秀 今天既然彩虹跑道和豪華球中有開養電禮 原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航空送給小朋友在裡頭很大的總控集合 在港町發起了8點前 沒考慮到學生的心情 連議會主持開養電禮 中華館上奉陪你都帶學生感到不感 航空的態度實在應該好好檢討 第二個來賓的產物集合 台船國秀彩虹跑道正是開養 掌聲鼓勵 這是連菜球也沒有香腸揪不開 因為為了這個外面 台船國秀的小朋友在裡頭的腳踏半點前 連王館長也看得真不敢 直接說會說比較低 我剛剛有問喔大概8點半在這邊 預計20分鐘讓大家不要晒太陽 所以我速度會快一點 中華館政府為了要重新告還是什麼 這次報道台船國秀進行PU報道 跟球中的建設計費 並且改成運動中的排水系統 希望讓學生跟附近的基民 有一個好休閒運動環境 那上回來學校的時候呢 就有在反映說我們的PU跑道是老舊破損 而且還因為這個宿室的關係喔 導致我們孩子們運動呢擔心會有受傷喔 那也要謝謝我們議會的議員都非常的支持喔 所以呢我們就緊急的撥了這個費用 大概在我們PU跑道有330萬 以及我們旁邊的運動設施有50萬 還有我們旁邊的這個排水溝的一個改建喔 讓學校能夠完善我們的一個運動設施 那除了讓孩子們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訓練 還有運動的一個空間之外 也提供給我們在地的鄉親 能夠更有一個好的一個這個運動休閒空間 這是我們本地行很好的客用電力 所以因為好好沒考慮到學生的感受 所以來落差 好好為到客用電力 讓學生早早就在說中的單胎 因為這幾天的日子實在是很大 連大人也動不來調味在軟的腳 所以讓學生在那裡拍立 好方的態度實在是要好好減透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戴川 蔡宏博德 當中